各位觀眾歡迎回到HGC小組賽第一天的賽事 第一場比賽MVBLACK2比0獲勝 緊接而來的是CE要對上TempoStone 中國對上北美 我以為你會很開心 因為你的偶像要出場了 有偶像 CE的普遍顏值都還蠻高的 顏值戰勝一切 MVBLACK就是實力強而已 他們以前也是有一個 顏值丹丹 對 也是有個顏值丹丹 他還在的時候 我唸丹丹然後你唸丹丹是怎樣 你故意沒辦法唸正確 我們可以組合在一起丹丹 那這場隊伍的話我還是稍微看好CE一點點 畢竟 剛剛在賽前的時候偷偷跟那個 誰有在聊我就覺得 北美我最喜歡的那幾隊 沒有了之後 已經不看好北美隊伍了 對對對我就覺得 少了那個時候對不對 那個胖胖兄弟還有 C9我就覺得 嗯北美已經不再是我認識的北美了 好那這邊 我們都 我們兩個都看好CE 好想問一下阿吉 阿吉怎麼看 阿吉應該在睡覺 阿吉在睡覺 阿吉應該在睡覺 把挖起來 欸剛剛好像有人說 阿吉說 MVBLACK穩 欸他這個 講這種場不準啊 對其實 我跟你講 我跟你們講 毒奶這個東西齁 9-1開是奶不死人的 基本上9-1開是奶不死人的 7-3可能阿吉給我關吧 通常7-3到 6-4是絕對有 絕必有機會他一句話 直接就100人口差距 這我相信 這我非常相信 9-1很難 9-1這種 剛剛那種10分鐘一場的這不算啊 不算 阿吉是不是想偷洗白 這種場就開始在那邊 AVP贏了 不知道 誰不知道 9-1開我也看那種好不好 對不對 你這個奶就沒意思了對不對 大家不要這樣 大家不要這樣 這個 我們還是主要以55開的 像這場我就覺得有機會奶回來 真的 所以這場我才會Cue阿吉 不知道阿吉怎麼看 好想知道 那中國的選手 跟我們的戰術其實差比較不會太多 因為其實我們最近有非常多我們的台灣選手 就是從 那時候EC2開始他們就常常去國父修練 所以其實他風格上是差不了太遠的 其實我們亞洲區的戰術體系就基本上比較像一點 那就是跟歐風就是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領先全世界一籌 就Fanatic看一下CE的選手 欸 剛剛看到那個Lokta就是可以 那個CE這邊 少一個 序語不在 他們的遠次序語 有 KTY 由Lokta來這邊代替頂位 沒錯 又有一位選手很可惜 又不是他們的主力出現 上次也是這樣子 不過CE上次也是在一個選手不在的情況下 跟MV Blake打的精彩可嘉 所以 不好說 不好說 相信CE可以打贏 Temple Stone 美國第四 中國第二打美國第四 我們從這個排名上面來看 就已經覺得 不太會輸了 真的 這句話危險 而且我們覺得要看好CE 因為據我所知 我們台灣隊伍都是 跟中國或者是韓國的隊伍在練 那如果CE能打贏Temple Stone 代表 其實我們台灣實力 也不差 台灣實力 也是可以打贏 台灣實力本來就很強 欸 我看了那個論壇啊 就是 中國那邊的論壇 他們說 台灣是 那個ST是 最強賽區隊伍 就是最強小賽區隊伍 因為現在有很多大賽區嘛 這次的HGCE是大賽區各派三隊 像韓國三隊 北美三隊 歐洲三隊 然後 他們就稱台灣是小賽區最強 中肯 精彼 我覺得這個外媒評選就是非常非常精準 我一直都是相信外媒的 對不對 ST就是強 對吧 那我剛剛偷看了一下 這個 他們的隊伍的風格 這一邊 今天可以很期待看到 應該是有機會出卡拉洛斯 但是又怕被ban 因為 因為剛剛上一場 MVP跟 他們早上變兩場卡拉洛斯 對他們已經有ban兩場卡拉洛斯 嗯 特格老師就 直接在直播上面講了一句話 對不對 沒有在影射任何事情 他就覺得說 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個是 Temple Storm F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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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m Support 他是韓國人 嗯 又找外人 Sum Sum Caterpillar 這個特別帥 我喜歡他 全能型的玩家 不知道最後眨眼了 被發現 我們剛剛講的是 特格老師在直播上面直接說 卡拉洛斯就是一個海鮮角 他講這句話危險 但是我自己玩的時候發現 欸這角色真的不難欸 他只要 標記在敵人上的時候丟準就可以了 不要丟錯不要丟到小兵 不要按得太快 就很有機會在打線上就拿出優勢 沒錯就是丟一個然後隊友擊火 其實很簡單啊 對 他真的是還蠻easy的一隻角色 而且他這個 釣血 真護甲 這個蠻誇張的 打越 越容易打一個殘血反殺 沒錯 就是這隻角色 我自己玩過幾盤我覺得 好玩 簡單 督軍的挑戰 而且玩的會上癮 我覺得丟隊友 丟東西很開心就對了 丟隊友 我覺得 唉 玩這遊戲有時候就是被虐 虐到很不爽 所以你就跳出來暴覆射會抓到 就他 這個 直接禁用這隻帳號 FIO 都丟隊友 把隊友丟出去 看到隊友被對方擠火了 爽快的感覺 丟隊友可以做一些很漂亮的play 說真的 追擠的時候可以 就是可以讓一些本來沒位移的 讓他有多一段位移對不對 你看 比如說你要讓阿薩斯直接去貼著 對方也是沒位移的 你就把阿薩斯丟到旁邊 然後他就開始開一技能 開始黏著你跑 欸這也是一個想法 其實他可以更靈活 就像是勾隊友一樣 上次其實 我記得某一場比賽 我忘記是哪一場了 紅河怪 他們有一個動作 就是他勾隊友要救他 好我們先看一下 判圖 判圖這邊 被判了 巨龍俊 也被判了 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 這個是 蛤 不是 這這不是我 第一個 他沒名字 第二個 他截的那個意思是 到底是截哪邊 我看不出來 這是永恆戰場嗎 我也覺得很像 可是為什麼屁股是一個 很像 很像一個 該不會是福斯卡亞吧 因為放的位子跟剛剛一樣 是不是 因為福斯卡亞比賽是還沒有出現過 在大比賽上 觀眾你們告訴我 他們 看起來 還是永恆 我剛剛也想說 就說是永恆吧 但是 有 你一個馬後炮 沒有 我剛剛就說是永恆的 不是他剛剛 你不是那麼截一個 跟地圖是 沒有任何關係的地方 你知道嗎 他截一個天 一個惡魔 然後舉著一隻手 然後誰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好 永恆戰場 TEMOSTONE先BAN 先選 是不是要BAN個卡洛斯 可是我想看11玩 你不要這樣子 先BAN塔薩達 塔薩達 嗯 那我覺得塔薩達現在 比較還好 欸 你覺得比較還好 因為輔助能選的雙輔助 現在已經百多其變 百多其變 沒有聽過這個新名詞 我覺得你 自創詞 可以可以 自創詞 CE這邊 不要啊 卡洛斯又BAN掉了 畢竟他是一個候選方 海鮮腳就是欠缺 太簡單不給你玩 而且永恆戰場也是單線嘛 單線你在這邊對線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卡洛斯得到 嗯 其實真的是很容易 永恆戰場 永恆 我們是不是都阿怪話 我阿怪話 不要猛 沒有我猛 只有你好不好 你剛剛也是單單 你不要這個安跟安分不出來也要說我 你剛剛也單單 我那是故意的 我那當然是故意的 誰都知道我的口齒是最清晰的 還是BAN卡洛斯 哎呀 想看WIND玩的說 想看丟隊友 想看友誼的小傳說翻就翻 可惜看不到 那 除了卡洛斯之外 WIND還會使用 泰瑞爾跟ETC 泰瑞爾不用講 中國風格等來 泰瑞爾就很多 真的 中國 跟韓國的其實也蠻像 嗯 就是 亞洲這邊的喜歡打的是 泰瑞爾的風格 一直都沒有變 喔 開秀 馬瑟爾 上來直接先拿 這個馬瑟爾就很酷了 馬瑟爾打BOSS 縮快 也還好 也 對 但他就是一個上路角 他們先選擇了上路角 所以我覺得馬瑟爾有點後期 但我覺得永恆戰場 我覺得他有點後期 偏後期 嗯 是你 不好意思打斷你 是我 我會選 想選維拉啦 你想選維拉 永恆戰場打維拉的速度 欸不是打維拉 永恆戰場 維拉打BOSS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快 嗯 你四個隊友可以去干擾你 一個人 維拉就可以把BOSS打掉 對 泰瑞爾一樣有猜到 葛雷麥恩 這也是CE這邊非常常用的 可是敘語不在 不知道 補上的人能夠駕馭得了狼人這隻角色嗎 那 Temple Storm的二三首選 雷迦 會不會拿雷迦 我覺得可以先拿前排 我還是覺得可以拿前排 穆拉丁 是不是穆拉丁就不好說了 因為我覺得CE這個封鎖 很有可能就是要以前排為主 那輔助的話也可以先搶 應該是直接搶 那個坦跟斧吧 那至於是 不過Temple Storm的風格 卡拉洛斯被封鎖了 比較少看到他們拿其他的坦克 阿努巴拉克嗎 喔 選擇還是 維拉 打BOSS 他們這組合就是想要Rush這BOSS 嗯 這就跟斧鎖老師剛剛講一模模一樣樣 用維拉打BOSS速度超快 兒子們要BEN ANNA 不要阿 我想看安娜 這是你是不是鬥陣中毒 想要講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他在 你說奈比強化嗎 我強化你了 還是你想看赫魯斯之眼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赫魯斯之眼 我覺得這隻英雄出在 因為其實我在鬥陣玩 安娜有陰影 你想要補隊友一直補不到 你說G不準 因為鬥陣一直跑來跑去 一直在走位 可是在平面上面 變成MOBA之後 他瞄準線比較好瞄一點 而且你站遠一點其實更好瞄 安娜你站太近 反而射不到 你遠遠的想要 遠遠的補 補隊友其實比較好補 對 還是選擇禁用掉了 可惜啊都是新角色CE這邊 所以他們有一種 他們想打傳統陣容 然後封鎖叫 因為其實歐美 不管是歐還是美 他們都很崇尚一直使用新角色 因為連 他們是覺得 就是比較喜歡突破一些新的 創新嘛 阿巴瑟 這個封鎖 應該是單純自己不喜歡 或者是怕雙狼人 衝他們的尾拉 不過我不覺得 這個 我覺得阿巴瑟在打永遠戰場 不是一般隊伍能駕馭的 你很有可能會 你開始劣勢之後 就點不太出 Ruscio跟雷加 這邊CE的輔助 直接拿雙輔助 這個選擇很前期喔 非常容易前期滾雪球 那 這邊拿ETC 就非常非常好 因為 ETC前期也很強 不管是你要反打還是寶牌 都可以來有效的阻止 Ruscio提速送兩個狼 雷加跟 呃 格瑞麥恩 然後泰瑞爾插件進來 其實我覺得牛頭是很有效可以自止的 因為他既然選了一個瑪瑟 他前期可能戰鬥力就不是那麼的厲害 喔 釘狼人 哇這邊真的是各種秀Skin欸 嗯 這個牛頭也是算是蠻新的Skin 那亮翼這個 這次也是這個萬鬼節的 多了一個辮子帽子的 呃 其實你要亮翼做變化還真的是 我覺得他這個組合非常非常的好 他打得很穩 可是 就 永恆戰場我覺得 對方如果前期壓制 他不一定要可以收掉你 他只要壓得住你就可以了 壓得住你拿 比拼收BOSS的速度 很有可能在永恆戰場 呃 是需要提節奏的 那 他們 這種偏保守的防守陣型 我就覺得 可能 拖不到後期就爆開 這亮翼翼翼 翡翠之鋒 是可以擋狼人一波啦 嗯 但是就看泰瑞爾他無敵有沒有開場 你看他們的反手開有多麼的厲害 影獸空襲扣著 如果他想要補DPS 我還是偏掃射希望多 但是因為有馬瑟爾的存在 所以後期他可以 我覺得他點影獸空襲還是好一點 然後奧利爾加牛頭加亮翼 這三個寶牌 誰有辦法摸到你的後排對不對 那CE這邊就是極致的暴力美學 我就是前期要殺爆你 那 但是最後一首莫拉丁選出來之後 我覺得就不一定了喔 你是說怎樣的不一定呢 因為莫拉丁是可以從後排扛住的 那就可以逼亮翼先交大 然後狼人在後面再進 這就很看 跟泰瑞爾在一起進 很看他牛頭跟亮翼的反擊的技能抓的是怎麼樣 因為跳進戰場的不只一個人 狼人泰瑞爾加莫拉丁全部進後排 我不知道你怎麼擋 那如果你 這邊就是分配的技能要分配的剛剛好 才有機會頂得住 如果 就我講的嘛 你這個後期陣容被衝破一兩次 你會再也走不出去 你那個野區都不用吃 只要莫拉丁看到你就是 直接 艾倫飛越踩你臉 然後就 七等就可以開始 用比較激進的進攻方式 我覺得 一集前期光靠 在還沒有那個艾倫飛越之前 光有莫拉丁配泰瑞爾 就已經可以給你非常非常大的壓力了 各種位移 衝進來 因為你的牛頭前期是很難配上 維拉加馬瑟爾 直接跟對方應爆的 很難 而且其實牛頭前期要gank比較難 因為露西歐有加速 那牛頭想要Q進來想要暈到人 這個C這邊加速滑掉就沒事了 很容易讓他空招 他還可以推一下對不對 而且牛頭這樣子滑進來 反而讓他自己危險 牛頭又軟 他們需要一定時間的線上poke 所以 Temple Stone要打好的話就是以線上為主 因為他有一個奧利爾加維拉 他可以在線上跟你完美的打消耗 然後牛頭 最好的就是躲側翼 他一直在煙霧區給你壓力就好 我不要在外面露在你面前給你看 讓你這樣子單線的地方有壓力 然後下路也會有壓力 沒錯 那C1的話就是要 打比較激進一點 他們拿了莫拉丁 我擔心的是現推的不夠快 還有boss速度 會輸 但雖然他有 葛雷麥恩加雷加 是很快 但是其實馬瑟爾跟薇拉也不輸 也蠻厲害的 也不輸他們 就看誰先手拿到那個boss 先刷掉一輪 還是講就是 或是會戰 純拚boss的話 基本我覺得五五開差不多 如果我們只講純拚boss 但是 誰給誰的壓力 讓你沒辦法去碰boss這個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看C1怎麼樣去 用到他們這個前期給壓力的能力 那如果 做不到 給TP 不是TP TP是另外一隊 他們也是TP嘛 應該是TS啦 給Temple Stone 這個爽爽過到後期 馬瑟爾是具備1打5的能力的 這隻英雄就怪怪的 但是其實泰瑞爾的晉聖姐姐 稍微有點 嗑到馬瑟爾 可以抓到 嗑到馬瑟爾進去開大的時候 嗯 晉聖姐姐開起來 他能量4秒等於 白費的 形同虛色就對了 沒錯 好來看一下他們這一張選角 阿魯弗拿雷加Win的泰瑞爾 然後KTY的露修 Paradise 穆拉丁 以及最後Lokstar 格雷麥爾 他來補上敘語的位置 不知道他發揮得怎麼樣 右手邊紅方 Temple Stone Gym拿的奧利爾 Fury ETC 牛頭大佬 Cothenlock 亮翼 Sam的 維拉 以及Caterpillar 馬瑟爾 直接看他們開局要怎麼來打啦 看一下中間 試探性的風暴怒子 沒打到東西 前面TP你看他們還是偏保 知道一擊打不太過 不好意思 看到那個泰瑞爾 劍插過來趕快跑 嗯 前期還是不要太拚啦 上路是他們是派了馬瑟爾加亮翼 那亮翼是還好他是可以隨時做支援 可以到下路 上路這個蹲點跳過來 直接踩 暈到有沒有機會抓到 拉一口 還好亮翼在旁邊 基本上第一時間還是救得到 不過這就是 我們要看到C要做的事情 無止盡的給壓力 瘋狂的 Gank Gank 沒錯 莫拉丁跳過來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龐狼大物壓過來 怕 直接抓到 剛剛那是還好 這邊想幹嘛 露西歐 露西歐你是不是 太囂張了 太囂張太囂張 不過 剛剛肥歐老師也講過 因為他的機動性實在太好了 他就是滑著牆壁 嗯 就可以開始跑 這露西歐還是一個粉紅色造型的 嗯 我好想收集滿 鷹霸所有粉紅色造型 喔 這個 沒事個人喜好 很貴很貴 對 這邊壓 壓線壓得很兇 到塔下線都還清不掉 主要是因為剛剛第一波Gank 拖慢了Table Stone跑線的速度 所以他們有很好的推兵權 如果是他們這麼做 最大的好處是不讓你 呃 TS這個在線上可以發揮 薇拉完美打線的一個優勢 所以他要逼你一直跑 這個露西歐 整個超囂張的 對面三個 你還加牛頭 還敢這樣子 滑牆 對面有三個 你還敢這樣子 太過分了 打不死你 我跟你講 好 開始RushBoss 牛頭威力滑心滑進來 推一個 是推到阿魯夫的雷加 哇 然後狼人兩段 拉克道也是拉出去 這一波壓制就壓得非常非常好喔 一鼓哲氣把血量拉退 這個非常非常不錯 是TS要看到的東西 好 那CE這邊要怎麼再重新來 重新開這個Boss呢 Fruity在旁邊 喔推牆推到 Paradise 可是上你的位置怎麼不太好 好 也隔著一個Boss 3V5的一個狀況 把你逼掉 你看 不過他們打Boss的是馬瑟 維拉反而是在這邊做防守 對這邊還是需要維拉 哇 頂牆又盯到一個人 結果 露修先倒KDY 太囂張了 太囂張 滑到人家臉上來 嗯 四魂黏上來 馬瑟很兇 鬼妹就已經貼到你背後 Catopiler 壓制你 哇 TS在 這一波集結上面 做得非常的好 前期雖然說 有點被壓制到 但是 因為他們人數是比較多的 打了一個多包少 而且剛剛那個會戰是在 自家Boss那邊打 嗯 比較有優勢啦 加上那個露修 不知道在囂張什麼 哇 露修回來了 第一波互換 你看只要一次 給壓力給成功之後 TP 呃TS他們原本有一個小烈士 從背後的側翼的切入頂上來 維拉的位置非常不好 他選擇往左邊騰越 這個位置就不太妙 直接先打倒Paradise 雖然狀態極差 但是因為DPS倒了亮一眼 沒有 這一波反打 凱特批勒 鬼妹追擊繞到你背後 想要逃 沒有機會 哇 不是啊 光 剛剛誇你沒兩句 剛剛才誇 才誇 嗯 這個站位就很尷尬 好 C這邊可以把這個Boss 直接拿起來 可是 他繼續要暈 威拉的時候 他其實也吃彩在Boss圈上 也被連續了combo 是 還好他夠肥 好 直接 一等的領先打出來 然後帶一個 三層盾的一個Boss 四層左右 還可以 好 那這樣子 前級的優勢 打到這邊 我覺得 剛剛是TS的一個小失誤 照理來講 不應該被打成這樣子 因為你明明 好不容易把一個節奏打回來 你如果再撐一下 很有可能可以進入到你 拖到中後期 但是你 如果現在進入C1一個 可以強開你的 呃 能力 情況之下 你很有可能要一路被滾到底喔 這邊再頂上來 弄到一個 弗路里只能往回 威力滑行 塔掉了 躲貓貓 這個地方 亮一飛下來 救駕一下 這個 這個 穆拉丁真的是噁心 他現在這個改版真的是噁心 他跳進來就是 接暈 然後再接一個Q 而且他疊他的Q 是疊到25層之後 他Q中25個敵人之後 是可以一次Q兩個 對 就真的是噁心的一隻角色阿 這個內建任務真的有點誇張 那其實25個穆拉丁 蠻好疊的 喔真的嗎 我是覺得有點難阿 我看他 我看他這個 Paradise 是有Q就甩 有Q就甩 當然當然當然 隨便丟都中 對職業選手來說 解任務這都很快 就只有我這種 才講又沒中 打15分鐘 那個 明明火法都沒死過 可是任務從來擠不完的那種 喔這個地方 Costum Lock 只能飛上來 炒掉 那下路經驗又漏掉了 下路漏一波經驗 而且那個傭兵是可以直接吃的 應該會選擇直接吃掉 這個他們不趕快把經驗再追回來的話 CE會先上10等 那下一個BOSS他們又 又會輸掉這個BOSS 嗯 到目前為止 CE計畫通 仍然是在原本CE選擇這個陣型 該有的結局當中 可是 Tamble Stone這邊選擇換塔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 喔 應該是有掌握到對方的位置的 嗯 居然沒掌握到 選擇退 他可能是擔心說 露修這一波提術 側翼切上來 可能旁邊有一堆人 喔 來抓你了 KTY 你不要這樣子 你總是可以做這種 直接貼人家臉上的感覺 他有一個 滑牆優勢 根本就沒在爬 嗯 你不會叫他走進去 把人家推開來硬踩吧 我覺得你這個過分了 還好還好 還是給Tamble Stone穩穩的吃到 上路 帶著小兵 偷推一下 待會BOSS可以直接推到內塔 是 阿倫說 Lokta他是中國第一狼人 什麼 難道不是星辰 啊 星辰退役了 難受 艾德爾主因之力 先插過來 看一下你的位置 大概在哪裡 要不要準備包上去 喔 Tamble Stone敞了一個不錯的先手 吃BOSS吃的速度有點快 沒錯 薇拉的Q已經 已經到7等了 嗯 是有一個小爆發 這邊 交換位上面來說 是 C吃了虧 所以他這波勢必要過來打架了 看一下位置是一個中立上下位 那這邊BG得開 直接開戰 直接開戰 這邊一定要抓掉Tamble Stone的人 不然這BOSS一定會被刷掉 C選擇的是派人上去吃10級喔 所以 Tamble Stone可以打一個先手 但是有點害怕 就像剛剛講的 就差一波小兵就10級了 他們要撤退 要直接過來嗎 喔 Paradise從側翼有點囂張 哇 Tamble Stone你這樣子 你退到這裡就不對 你要嘛你就回去吃兵線 有有有他們下去把這個兵線吃掉 因為你退回來沒有用 你退回來你經驗是沒有成長的 有量益其實不應該輸等級阿 恩 沒辦法你可以看到好幾波 C給的壓力一直讓量益 只能一直飛 好10級了 第一個龍 直接拿下來 喔不是龍啦 這個 永恆戰場的不修者 不修者 金聖節節音波屏障十字勝者 子宮要害 子宮要害 這都是我們目前長點的 欸踩上來一波 上這邊直接被打掉 哇那這樣少了維拉 哇你還 這個音波屏障 跟金聖節節 金聖節節同時開 就拍的有點太多了 這個有點太多 那待會牛頭 他們上10級 還有一段距離 還上不了你知道嗎 如果牛頭還有個跳舞的話 這邊就賺到了 可惜阿 可是他其實不好跳 有金聖節節 雷加還有進化 阿穆拉丁又有一首 泰坦雅丁又有一首Q 其實不好 不好跳 覺得這個CE這兩個大決 真的是多開 等一下上10級 給天摩斯東一個 反開的一個機會喔 直接頂上來 穆拉丁跳進去 喔唷 吸了塵蹲的傷害 Paradise 血量非常非常殘 我們就講 天摩斯東的防守能力 並不會太差 只要你給他 拉扯的空間 是絕對可以打的 畢竟這邊也是雙輔助 嗯 好這個boss打完 我知道你沒辦法做一個反推 我現在只要10級我就追出去 我是天摩斯東 我就往外衝了 你敢不敢上 衝啊衝啊 哎呀還是有點 有有有他們要去抓打野 嗯 這邊精神節節跟音波屏障CD都沒有好 對 可以跳舞 有跳舞 他們退了CE也是聰明的 當然當然 這大剛剛都亂胡亂開過了 按錯 對 打錯只能淘汰這樣子 而且他們也還沒有上13級 其實有時候打穩一點 就是你贏天賦再跟人家打架 是 舞動亡魂 唱歌 然後引受空襲水晶聖域 水晶之鋒 好上司機側翼看一下 可是天摩斯東有一個缺點 他們在那邊抱團 打下來了 不給你跳走 有機會先祖沒有補起來 太囂張了 好 這個就是天摩斯東要做的 因為你看他一直在露經驗 他並沒有去 讓量益 剛剛講的菲伍老師說的 拿量益還輸等級喔 他一直沒有善用到 全球流資源的一個效果 現在才分下去 所以他們勢必五人集結 一定要有辦法收一個人 有收人才不會虧 嗯 不然就是五個人在逛街 對 這個有點 如果打到這裡還壓得住這個等級的話 後期馬瑟爾不得了喔 欸 魯西又要不要滑 喔 滑不到 他提速實在太快了 他提速實在太快了 不好滑 可是代表他就是把他的音量全開用掉了 對 他這樣等下 我有時常倒一個debuff 還好還好 這個馬瑟爾毒還是很恐怖 是的 差一點把他毒死 這也是給他一個小小的警告 不要這麼囂張 我這次先警告你 等一下你都知道 欸 這邊第三隻不休者 要開啟了 先刷傭兵 這個CE還是掌握住一個野區的主動權 而且現在這個boss有天賦差CE 大絕都有 又敢打 嗯 這邊就可以打了 但是我不覺得 我覺得他勝算頂多六成而已 他就是因為有這個天賦差了六成 但是因為他們這邊刷boss一定會輸tempo stone 他們一定要來打 直接來b了 牛頭frui位置 這邊我們要看一下paradise的位置喔 他的位置 他進場位置很重要 嗯 還有亮衣還沒有過來 亮衣還在扛下面那個傭兵 而且踩上來了 才剛講完位置非常非常差 喔喔還好 這邊b的亮衣一定得飛過來 欸牛頭已經殘血了 嗯 那傭兵 沒有清完就飛過來兩組 怎麼辦 這個有點傷喔 因為隨時有一種要爆發的感覺 可是其實剛剛那亮衣不用飛過來 牛頭也不會死 嗯 有一點騙到了 還是有點太怕 對 Cato Peter想要上了 牛頭直接滑上去 誰家剛剛直接給進化 反應非常非常快 反彩一個 暈 差一點點 可是上的血量 這邊有辦法哪一口嗎 艾朵琳直接插上來有沒有機會 旁邊試魂 哎呀Cato Peter你這樣子貼臉 有點太囂張了 你現在還只是一個前期啊 不過血量玩一次比較好 哇又踩到一個 水運生育先給上 亮衣準備要開飛了 這裡交一個 兩個保護精神全部交出來 哇 為什麼C玩得這麼鬥陣特攻啊 直接開兩個保護精神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晉升姐姐跟陰波屏障 都是直接全開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 晉升姐姐 泰瑞爾就一直在等馬瑟爾的大招 對 因為晉升姐姐 她開下去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受到傷害的 是 那如果又開了音波屏障 等於是浪費 而且 天破層障的爆發沒那麼高 她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爆發力的 不過她還是把 天破層障逼退了 嚇打掉了 嚇死了 就 沒辦法家裡那個傭兵有點兇 家裡失火啦 怎麼轉過去 嚇到廁所的時候這樣 拍兩個大絕 提醒一下不好意思 你家大爆炸 她們再多拖一下 下路可能可以掉 嗯 這邊 這邊是亮翼有機會 吃到13級回來給TP 打一個 TTS打一個機會 這邊牛頭還有大喔 是有機會的 Hurry這邊敢不敢上 再等一下 再忍一下 你都忍到這裡的 拜託13級再打 可是Paradise不會給你機會 她想要從背後踩上去嗎 喔 繞過去吃BOSS 那我就覺得 這個智商有壓制到喔 哇 踩了一下Catopillar 只能又把亮翼逼過來 好 沒關係 亮翼任務完成 13級了 看到那個Paradise整個 很囂張啊 對 她這個站位 我跟你講這如果是當年的賽的位置 已經不知道 因為現在的穆拉丁 又比當年 賽那時候的穆拉丁更強勢 嗯 她七等就有泰山壓頂 就是可以七等就開始 賽逛街完了 直接踩上去 哇 逼出你的水晶聖域 所以這邊只能往後拉一波平 拍起來 這次沒有兩個一起開 因為這次其實還沒好 這波打完沒有發生事情喔 又逼掉你的一波平障 再重新踩上來踩的是牛頭 FORRY這邊滑上來 正開一下有沒有機會 頂上去先祖補起來 可以 還不錯 血量有維持住 太熱了有點殘血 但是Win的點不太住 這邊陣容被拉開了 是的 苦衷王開吸吸起來 亮一點上去 CastroLock C1要退了 這邊勢必要退了 Temple Stone真的 維持這個狀態維持得很好啊 他們一直有 這個等級 絕對是對C1來說是個壞消息 如果是拉到這裡 開始你可以看到Temple Stone 越來越打的回來之後 C1就很難玩了 而且維拉的Q是越來越痛 是 雖然是看到穆拉丁的Q已經疊滿了 剛剛看到他捶一下是捶到兩個 嗯 這邊就是 可惜了 這兩個大招沒有好好的 溝通好 嗯 那這樣Temple Stone 拿到這一個不休者 這個等級落後 他們還是有一戰的機會喔 這邊敢不敢開 這BOSS半血而已 是還可以清掉 直接滑到牆上臂 PARADISE這邊交一個暈寶一下自己的隊友 卡在外面 他有一個提速的效果 所以他在外面可以靈活的操作 選擇跳進來求一個穩 亮衣在上面吃一個驚艷 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Temple Stone的控制範圍之內 11 這一波上16等 可以追出去反打喔 看Temple Stone這邊要退了 差一點點喔 直接提速往外衝了 暈有暈到Fluori的牛頭 拍地板拍一下 亮衣過來要做一個支援 返回暈一下 我要殺的是你 可是又是兩個大招一起開 這兩個大招 把握技能全開的狀態 反SOFluori 這邊頂不太住 就結果來說還是可以的 這個神聖監獄 開得漂亮 它卡得非常好 直接把Temple Stone的牛頭跟薇娜卡住 這個會戰點 是Temple Stone在撤退上面來說出了一個問題 又卡一個神聖監獄 當良技我有過強梯 沒有問題 好 算他厲害跑出去 欸 下面還是有塔的喔 不要這麼囂張 不要這樣 一次被兩個塔打 你這個血量 剛剛Temple Stone有個最大缺點是 他們沒有集合撤退 如果剛剛一起走的話 翡翠之鋒是可以救到的 可是他們被拆成兩半 逃兩邊 然後就是被各個擊破 而且 以上16 11 其實他們還沒上16 就已經在反打 因為他們知道Temple Stone想退了 是 那直接追出去的情況下 先殺一個人頭 上16馬上神聖監獄卡住 哇這個是 連三個神聖監獄卡住 要我給NVP 我給這個太瑞了 喔 漂亮漂亮 直接給起來 還沒打完了大敵 還沒打完了 說不定Temple Stone贏 嗯 喔唷 這個 直接兩等的領先 Temple Stone 才剛 就是 想說有點穩住局勢 然後就被CE 爆打一頓 不過這也是CE在 這就是陸修可怕的地方 他有一個 會戰點 他可以馬上提出去開這波團 他不會給你等待的時間 這 這場還沒有看到 牛頭有任何的表現 嗯 感覺他選這個跳舞 還是壓力 壓力的那個 限制走位型的 嗯 的一個大招 沒有什麼機會唱 但是 他剛剛有唱了一次 可是被斷 但是又不是那種秒被斷 他唱了兩秒 我看他CD 進入120秒倒數 嗯 但是沒有什麼用就對了 對沒有什麼用 嗯 這邊真的是不好跳 因為有BOSS的暈 然後又有 對面又這麼多 控制技能 喔這就比較危險 只能圍繞在BOSS旁邊 Temple Stone還是靠著亮意 要苦苦的追等級喔 觀眾說的非常非常好 C在這個打踢 Temple Stone上面來說 有一些小小的失誤點 如果不處理好 等一下 如果他盡聖著說 要打MVP的話 會有點危險喔 直接踩上來 在BOSS的會戰點內 做輸出 還好BOSS有給他支援到 兩一在家裡 這個傭兵有點太兇 兩一頂不太住 我們看這個穆拉丁 真的是有點賽的影子 以前我們就看到穆拉丁 繞到一個超奇怪超奇怪的位置 在蹲人 那這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之後Tempest拿到 賽重新拿到 新版穆拉丁的一個表現 大家可以 他根本穆拉丁本人 對對對 你這樣說到底是不是在嘴他 又矮又肥 沒有我覺得賽很帥欸 我也覺得他瘦下來之後 完全離開MVBlack都會變瘦 踩上來要直接抓一個牛頭 再接一個暈 有沒有機會 推來推去的亮意逼過來了 套一個護盾之後 要讓圍拉往前頂一頂 但是 Tempel時候上16等 要追擊 來了又卡一個很好的位置 逼你要不要 翡翠之鋒來不來得及開 喔呦 翡翠之鋒是吧 可是我盡聖結界抓到 然後 弗洛瑞這邊也只能往外跑 再頂上來 再重新踩一次 隨身身被給到 可是隊友來不及嗎 先阻止要先補起來 一波比較拍上去 追到底 牛頭開場了 傷害來不來得及 給上 先在旁邊 把傷害做到滿 反收一個人 有點頂不太住 哇這邊 尷尬了 反收成功 二換二的一個狀態 結局還有沒有機會呢 俊這邊 剛剛 剛剛一個大招開完的情況下 馬瑟爾終於等到他的反打時機來了 就是我們說的BOOY005秀的時候 就是一個人開著苦痛王魂 進去裡面狂吸 是 就是 越到後期 Tempel中越可以展現他們的 一個韌性 他們這個陣型打後期就是強 就是猛 但是剛剛那個亮翼被神聖監獄卡到的時候 只能說真的泰瑞爾 Paradise 真的是卡得非常好 他抓到一個亮翼的走位食物 直接卡上去 那知道他要開翡翠之風 我再開晉晨姐姐 擋住你的翡翠之風 直接擊殺亮翼 Paradise 完了是穆拉丁 Paradise是穆拉丁 那泰瑞爾是Win的 Win的 剛剛有說這個Win的 不要給錯那個MVP 對MVP Win的就是你 我們等一下來看採訪誰 第一局而已 哇 你這個很危險喔 你這麼不給Tempel中面子 沒有沒有 我支持 支持CE 嗯 金霸圈誰不認識風哥嗎 Win的這邊 然後上樓 這邊Tempel中的發起點 完全看Catopiller 你看鬼妹追擊直接貼臉上 他們開始知道自己後期的戰鬥力 已經越來越起來 那CE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必須每一波團團處理得非常細節 艾同儀之一就是這樣子 Win的再次把對方切開 水晶正義先交起來 一波平道拍住 這次有忍住 因為精神技能還沒有好 所以沒有兩招一起放出去 因為兩招都還沒有好 沒有啦 一波平道剛拍掉啦 這邊 要繼續做拉扯 嗯 喔 金震姊開起來了 上這個位置 先翡翠之鋒拉住 奧利爾把血量拿起來 那佩洛乃這邊危險 這波團CE打不過喔 要退喔 看這馬瑟爾 馬瑟爾進場 可是他沒魔了 馬瑟爾可以逼到你四個人 這個時候的情況下 CE一定得退 可是他可以抓你一個沒魔的時間點 但是這收BOSS的速度 TEMPSO很快 嗯 威力環形撤掉 看一下左下角 兩台法拉利 在打核心的 還有兩個羊頭人 狂輸出猛輸出 護盾快打掉了 亮一回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又給CE機會啊 但是他們打速 BOSS一隻雷架一隻狼人 其實還是沒有到 像TEMPSO送薇菈這麼快 是 這邊回來防守 有機會嗎 滑上去配合BOSS 推了一個COMBO 還不錯 可是PARADY在側翼喔 還是要盯一下 開頭皮特有一個缺點啊 魔量一直不是很多啊 會不會打一波團之後 開不出大絕很尷尬 直接衝進來了 吸一口 趕快偷打BOSS 如果是我這薇菈 我就一直先打BOSS 輸出全部交到BOSS上面 因為畢竟他們兵線差 如果一直拖的話 很容易核心 就不知不覺的半血了 是 這邊要連撤退都是WIND的神聖界域 卡一個很好的位置來撤退 好 這樣回到 這個等BOSS的一個時機點 再次讓亮一去扛這個兵線喔 那這個BOSS走下路的話 對於TEMPOSTONE剛剛兵線上的壓力 就緩解非常非常多了 可是 欸 嗯 兩路就不一樣囉 踩上來 你看這個距離踩得之遠啦 哇 雷加跟上來之後 交一個飛翠之風 沒比到一個大 再交一個變形 可是 我們的目標其實是拆塔的 對對對 不好意思我們路過 我只是把你逼走 嗯 好 那這樣要退喔 你這樣子TEMPOSTONE 剩下四個人壓你 如果你自己家也被爆的話 我不覺得賺 所以他要趕快回來 精神姐姐開起來 牛頭紅 直接頂上 哇 Fury這邊直接被秒掉 那完了這波團戰有可能頂不太住 Catelbeater這邊受到強大的壓力 苦洞王魂鬼妹直接拉到你背後 先吸一口起來 呃 水晶聲音給一下 Catellock頂不太住 威拉先倒 輸出沒有了 那這樣子亮一頂不住 這一波團可能要帶走 先祖師要給一下Rucio 再踩 哎呀 全部都靠Catelbeater一個人打 那這樣子應該可以完美的拿下Jason 直接衝核心了沒有什麼問題 哇 好可惜啊 回到正面之後牛頭倒的太快了 牛頭剛剛那個滑牆有點 滑進去有點過早了 因為畢竟兵線還沒有進去 他扛著兩座塔 然後又被精神姐姐擋下來 直接擊火 他們還是要打防守板開的 他這個先手去打 除非抓對方陣型不好 否則你這樣開 我跟你講你就不是一個 你滑進去 隊友能夠給你 第一個保護 第二個就是爆發 隊友是跟不上的 他們必須要一直不斷的拉扯 然後靠著 呃 馬瑟爾的傷害 然後亮意慢慢把血量維持住 可是對方 因為對方反開不比你弱 真的 他有 沒錯 雖然說 前面這兩隻是不是 沒有太緊張了 第一場嘛 那個 BlizzCon的第一場 很容易 一緊張 就壓大 是 所以就要看他們第二場 或者是 在之後有沒有好好調節好 這個心態 不要再一起把大絕直接開下去 畢竟他們很有機會 這種大比賽小食物要盡量趕快避免 對 因為 因為Blake一定會算 他一定可以抓準你大絕精準的一個時機點 沒錯 他看到你兩個大都壓了 還不趕快進攻你 嗯 這邊就 先恭喜C拿下這個第一分 我覺得整體上來說壓力都做得相當不錯 我們看一下這個精彩的replay 這一波是 頂上來 引受攻擊 抓住之後 這邊就很可惜 他每一波很長發 但是這邊有一個決定的關鍵點 他們選擇兩路撤退 所以就變成 翡翠之鋒這邊救不了其他隊友 你看他的隊友還要想要過來幫忙救 那你一開始一起走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沒錯 這邊Jim還上來幫忙放了一個 水晶聖域還是救不了隊友 再卡一個位置 Win的非常漂亮這一場 側翼 這裡是第二波團 踩過來 卡的位置非常非常刁鑽啊 Paradise 直接細耍了這個fury一頓 那可惜選了這個牛頭整場 是沒有跳到 群雄肉舞是沒有發揮的很好 嗯 有唯一唱到的一次也是跟對方打一個打拼換 然後每一次 對方直接貼臉上的時候你都不一定頂得住 然後這邊 這裡的win的再次神發揮 靜聖節抓到你翡翠之鋒 抓到一個亮翼走位失誤直接卡上來 嗯 先煮治療給上去 這邊有唱到 這裡就是唯一一次把DPS做足的一個機會 沒錯這個馬瑟爾配 ETC配合馬瑟爾這個跳舞 嗯 把傷害做滿 但是殘局處理還是CE這邊做得比較漂亮喔 很可惜 但這邊CE也知道自己的判斷 因為馬瑟爾在給GIN GIN給馬瑟爾無止性的支援的情況下 他是具備少打多的一個能力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 CE的強是第一個他 突入性切入點做得非常好 這個是Paradise這場做得最棒 第二個就是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的技能判斷非常非常精確 他們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打 什麼時候不行打 然後 時機點掌握得很好 可以看到他們 嗯 等級天賦還沒到 就撤退 那引你天賦 就進攻 是 尤其是太瑞爾的神聖界域一十六等 那個 那之後的幾個會戰 都是由太瑞爾先手 他們知道自己 什麼團戰開起來勝算高一點 所以他們不會一直跟你練戰 因為 因為我們知道打殘血處理很容易被馬射翻盤 這個要很小心 那我覺得這點上面來說 CE做得很到位 當然 這個應該是歸功在於 我覺得他們的主call 兩位輔助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這樣子 整個隊伍的移動前退 對 雖然我覺得KTY他的路修真的是有點太囂張 但是整體的營運節奏都是做得相當好的 可以看到玩路修的選手 應該都是這般囂張 因為滑牆就是有一種爽快感 速度非常的快 靈活的抖動這樣 在前面可以各種噁心 各種秀 然後再把人推回來 我走過去我不是為了要做點什麼 我可能就只是摸個兩下 而且四等級他點 他們路修都是點那個 滑牆的時候降他Q的事情 那所以你 人家要進攻你的時候 要想抓你 你就把人家彈走 對 然後再滑牆 然後開那個音量全開 然後滑走這樣 其實也沒做什麼 他就是噁心你的人 他就是有滑牆秀手術 是 我們先恭喜四葉先拿到第一分 稍微休息一下 恐怕之後再進行下一場的比賽 怎麼會都被抓到 會不會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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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奧利爾 拿出來了!是卡洛斯 覺得開心 可以看到這隻角色 哇 又是馬瑟爾加金牛頭大佬ETC喔 天佛斯諾選擇的套路是一樣的體系 還是選擇了馬瑟爾 不過諸侯之木的節奏 我覺得更適合他們這套體系 是可以打慢一點的 然後ETC的GANK能力是稍微強一點的 中下路GANK拿馬瑟爾再上路 那就要看 他們在GANK的過程中 就要小心卡洛斯 卡洛斯隨時丟人 不知道會玩的卡洛斯不會一開始就 就把你拉過來丟 他其實會看死機的 有一陣亂戰的時候突然丟出去這樣子 這時候就是要唱一下 我最近很常唱的那一首 等一下再唱 雷加露西歐 C也是選擇類似的一個體系 就是可以提速打一波的體系 可是這個很重要 因為卡洛斯腳有點短 所以他非常非常需要隊友給他提速的效果 他有點像是堡壘型的這種前排 就是他是 我自己覺得卡洛斯是強化版的喬安娜 我自己我會把他歸類成這樣 又坦然後又有一個控場 而且他的控場比喬安娜影響更大一點點 直接把你丟到後面 我方後面做激活 嗯 那他TEMPO STONE BAN掉喬亞很合理 因為上路 上路現在喬亞變得很強 嗯 他有一個脆毒直毛 然後直接轉血 所以他避免掉上路角 所以直接BAN掉 然後CE還是BAN安娜 這是可能是有做功課 TEMPO STONE 是不是可能比較擅於擅長用安娜這隻角色 有可能 有可能到他們到美國的時候有做團練還是什麼的 嗯 那我覺得TEMPO STONE這一個禁桑亞禁得很好 他們這邊非常非常擔心 擔心的一個問題喔 他們要打節奏一定得靠多人線那邊 好 格雷麥恩照拿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提節奏 他們這邊可以反給CE壓力 這邊是很好GANK的一個陣容 就是ETC加格雷麥恩 嗯 再拿一個烏射 哎唷 今天我們只要想到烏射 他就選斯杜克夫 不過 呃 我覺得 這手拿斯杜克夫不會太差 也不是說你烏射不好 但是我覺得他這邊先拿 沒有像我們剛剛那一場 很需要烏射的情況下不拿 沒錯 剛剛 剛剛那情況跟這情況不太一樣 嗯 哇他上路角選拉格納羅斯 然後 卡西亞 呃 這一場我覺得攻守會有點交換 剛剛CE要不斷的打主動拳 而這場TEMPO STONE應該會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 這邊應該換是 沒錯這邊換CE 這邊要歸著打C經驗 打一個防守 要給 這一場我就不信露西歐還可以打這麼囂張 我覺得 他囂不囂張跟他們隊伍風格沒有什麼關係 哥就是囂張怎麼樣 對 沒見過囂張的露修是吧 他這一把再滑出去 可能要打第三局了 是 呃 但是要給卡西亞跟拉格納羅斯一點時間 這兩隻角色我覺得前期並不算太強 普普通通 那最後一手 猜一個吧 會不會再打雙斧呢 亮翼 我覺得不會 雙斧我覺得會 但是不會是亮翼 麥迪文 我都忘了麥迪文 迪文 迪文迪起來是吧 北美其實還蠻喜歡用麥迪文的 嗯 尤其是Ru20的Glaurang 他是麥迪文玩得非常好的一個選手 直接開秀了是吧 沒錯 他可以 我記得在西方對決的時候 他就秀了好幾場 麥迪文 有無限的可能性這隻角色 沒錯 這邊這樣子陣容選起來 我覺得這個追擊能力有點可怕 就是 原本第一波先手可能跟你跑掉 然後麥迪文開一個門之後 想跑都跑不掉 有這種感覺 但是 說是一套啦 這個操縱難度是有的 我相信北美的隊伍應該是做得到 那 這場就是變成解題方式 C這邊 如何在後手的情況下 解掉 Tempestone前期給的壓力 沒錯 雖然說麥迪文有無限的可能 但 也不一定喔 他選了麥迪文 那卡爾洛斯丟過 那卡爾洛斯丟過來 是可以開門的 因為這邊 CE 這邊 是沒有一個CC技能 可以給我留人 那 只要沒有 第一時間擊火 做擊殺 麥迪文開門 是可以救到 他有一個盾 是可以救到 所以這個麥迪文他選擇是一個保底 就對了 他選得還不錯 如果被你卡爾洛斯丟過去 還可以去把他撿回來 這樣子 欸這個想法到很到位 那這樣子 只不過我覺得前期的爆發力 可能是少一點點 那 因為你不可能 你不能把馬瑟爾 調來跟你四人一起走 因為你擔心會頂不太住 但等麥迪文7等之後 他的傷害其實不低 對 麥迪文 他QCD QCD又短 然後最討厭就是麥迪文 自己套盾 然後在你面前秀你 然後再開門走掉 這邊 天墨生動能做的combo 很簡單就是 威力滑行滑上去 加一個前地圖片手 你直接不用動 然後狼人進來一波爆發 那要抓誰呢 這邊更好的目標 我覺得 卡爾洛斯一定不選嘛 那麼坦的一個傢伙 對不對 陸修 陸修跟雷加是個好選擇 卡西亞因為也很靈動 卡西亞也還可以 因為畢竟麥迪文的Q 是算是法術傷害 法術沒錯 那他CD那麼短 然後 卡西亞他只是有剋他的那個 護甲是物理傷害嗎 是 他們可以一直去抓 拉格納羅斯我覺得 可以一直去抓 可以喔 拉格納羅斯沒有位移 拉格納羅斯沒有位移 被划到 怎麼抓一次死一次這樣子 拉格納羅斯沒有位移 對 那 他們的推兵線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就 看看這場天墨生有沒有機會 把一個決勝局推到第三回合 雖然我希望不要 但是 直接講出來 話一出口 對 我突然緊張了一下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嗯 因為我覺得CD這個陣容很被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從陣容上面來看 Tempo Zone非常有機會打回來 我也覺得Tempo Zone的陣容是比較好一點 更全面一點 然後能顧到的東西都顧到了 但是 這個 因為 朱厚之木很需要的是主動權 如果你沒有了主動權 你就很容易 限 就是 沒辦法拿到地圖支援 直接滾雪球的方式 這張地圖 就是 交朱厚之木 然後開始守 守銀行 不讓你繳錢 然後你就 然後打會戰你錢掉了 你就重新收集 就直接 沒有重新收集 你只要錢掉了一次 基本上這把結束了 就打不回來了 沒錯 只要錢打不回來就沒機會了 來看看現場有沒有 這場選手之間 對北美來說有一個優勢 因為是他們的時間點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場的比賽 左手邊的藍方 CE 阿魯夫 再拿蕾架 WIND的卡爾洛斯 KTY 露西歐 剛剛表現得相當的噁心 PARADISE的拉格納羅斯 以及LOCTAR KASIA 來 那TEMPO STONE 右手邊的紅方 JIM來拿 西路克呼 然後FURI 再拿一次牛頭 KERSON LOCK 他的 葛雷麥恩狼人 上 麥迪文 以及KATOPILLER 馬瑟爾 第二場的比賽 這場就看 這一個 上選手 玩著麥迪文開秀 一開始的抱團集結 麥迪文直接先貼一個貼圖 嘲諷一下這路修 滑到一個 應該沒有 我覺得這個一集團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打 兩邊都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沒有什麼便宜好戰 就是怕 呃 就算 就算他被丟到好了 沒什麼用啊 要開個門 你丟牛頭也沒用 牛頭滑過來就好了 沒錯 所以前期應該一集團 沒有什麼好打 就只是中路的兵線 趕快先刷掉 嗯 畢竟寶石還是要拿 好 那就看提節奏 可是為什麼 TEMPO是打得如此之保守 他們是在扛兵線的一方喔 如果你第一波線沒刷贏的話 你很可能後面會一直打不出來 KTY又開始噁心人家了 這個被斯陸科夫緩到 嗯 他還是繼續滑槍 偷點你 偷點 1對3 又在偷打 對 這有點過分了吧 好 現在是不是流行單線角打下路啊 剛剛MVP Black Ritch 跟德哈卡 也是在打下路 丟回來了 但是我威力滑線滑過來 套一個無敵 這個無敵挑的有點早 不過沒關係 血量有拉起來 還不錯 目前還是C壓制住對手啊 TEMPO是跟TEMPEST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如果硬要說的話 先看一下這波圖 威力滑上去選擇的是先手 可是剛剛的潛地突變手位置不太好 喔喔喔 這是我剛剛講的 開門 極限開門Fury拉回來 剛剛原本是想說開門追擊 結果這邊是開門逃跑 只能跑 只能跑 對 剛剛還沒講完喔 如果你硬要說TEMPEST跟TEMPEST有什麼關係 之前 拿過冠軍的TEMPEST是有原本要被TEMPEST簽下來的 對 但是後來 打不出成績就 大家就 好聚好散 好聚好散 沒錯 我們那個比賽場見 還可以邊回答你的問題 側翼 牛頭又找機會 被滑線了 不好意思 凱頭皮勒 載胸Paradise 有點換不太過 兩個都回血 但是我自己覺得也打不可能沒辦法 這邊雷加單Solo 雷加 雷加選出來其實可以打野 因為他第一層又是點一個閃電盾 沒有問題 但是 這劇本跟我們剛開始想的不太一樣啊 這個TEMPESTONE怎麼沒有 反正是打得非常的被動 嗯 滑上來 這一波要抓卡洛斯 卡洛斯 卡洛斯 他還是蠻硬的 還是蠻硬的 不要看他血這麼少 你看他那個格子 對 你後面打他就是 只會扣一滴丟 然後路修過來提速幫他保一下 還可以 下路要掉一隻門牙了 應該會掉應該會掉 在前一場 TOP HERO 麥迪文 SUM這邊 勝率有六成六七啊 有點厲害 那這場 他是否能夠靠麥迪文開秀呢 有這邊 趁著CE去打士奇的時候 TEMPESTONE 是有把兵線抓回來 不過他們 似乎是比較沒有掌握到拿用兵的時間 嗯 稍微的小領先 看一下右下角這邊腳錢 雙方都腳了十個寶石 那累積的程度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先開傭兵 其實麥迪文就是變成一個烏鴉型 他一直在偷看你有沒有腳錢 你要腳 我就 噁心一下你 騷擾你一下我給你腳 丟完之後開個門跑 又是盯到了卡洛斯 然後提速說 對不對 砍一刀把血量回起來 他們這邊如果硬要一直打卡洛斯 其實不是一個好 開門上去 被我一個破地斬拉回來 不是一個好選擇 卡洛斯遺到他們的傷害是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把他擊火掉 是 這一個拉扯到目前為止還算很屁實 兩邊都還沒有打出一個人頭擊殺 你吃綠的我吃我的 這時候要打破這個平衡點 就看誰直接開戰 要看誰的隊友先來做資源 可以先抓 像剛剛講的就是 如果可以先抓到拉個納羅斯的話 然後拉CE這邊的節奏會比較被破壞掉 是 不過目前為止 CE這邊 一直握有一個很好的節奏詮釋 因為他們從第一波 輕線輕賽來之後 兵線一直給你壓力 拿到你的門壓塔 所以我就有一點點小小的等級領先 那Tempo中也蠻穩的 Tempo中比我想像中的都還要穩一點 他們就是一個 你把兵線刷過來了 然後我就把兵線接走 嗯 欸這邊繳掉了39 X11 欸這個KTY沒機會繳錢 關鍵是拉個納羅斯身上的錢有點多 Frui這邊只能被迫威力華星往回拉進塔 果然這個諸侯之木的節奏還是稍微慢一點點的 這邊應該過來掩護 然後給開頭皮有壓力 讓Paradise的錢可以送出去 可是Tempo中有知道這個情報 把你丟出去 破壞鐵錘拉一下 破壞鐵錘拉回這個麥迪文開門趕緊跑 扭頭卡在正中間 藍體隕石滑過去 沒有點到東西 脂毛朱雲沒有暈到 病毒 癒合體 趕上來之後 鬼鬼追劫牆到你背後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收到 那雷加計時 畢竟 潛地圖變手並不是一個硬控喔 只能沉默 那這樣子 有啦還是把你逼掉 Tempo先繳掉 嗯 這是一個機會喔 沒錯 雖然說 看這個經驗等差 是已經接將近了一等 嗯 不過這波可以打回來 就靠這個諸侯字母是可以打回來的 但是等下一波CE繳掉的時候 他們是死級 是 就是更危險 最危險的就是 諸侯加死級 然後 對面 我方還沒上死級的時候 這樣子 這樣子打過來 是最危險的時候 這一波壓制 能不能趕快摸門牙 靠著這個織網膜 喔龍火之先應手 唉唷這一波有點太快喔 直接來開手一波 直接上中路的塔 嗯 連這個門牙都拿不到嗎 轟出去 轟出去就有 上面這裡包夾 哎呀因為 拉格納羅斯卡中的話 是可以支援這個中上的 沒有問題 那這樣這個防守C就做得很不錯 不過Tempo還是像我講的 經驗是打得回來的 經驗打回來看誰 哇這邊 完全沒有推到東西 下路 麥迪溫 強化薩伯拉他的任務也完成了 可以開門 接下來 等等的 拉格納羅斯的戰鬥力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上到十級了 毒物軍的挑戰 好雷電球 其實是閃電球 但是我比較喜歡講Pokemon 哈哈哈 原來是神奇寶貝粉 神奇寶貝粉 神奇寶貝粉 恩 薩伏拉斯之雞吧 這個 可是這個突然為什麼這麼濃煙浪潮啊 這個是濃煙浪潮 這個是濃煙浪潮吧 這是濃煙浪潮 我只是憑著印象中大部分都會點 但是 因為看起來很像 真的是濃煙浪潮欸 哇這邊是有10集加上 足厚的加持 這邊應該是可以推掉 Templestone的外塔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理由為什麼點濃煙浪潮 我記得印象中有改過 但是應該是已經前幾個版本 不是這一次改的 嗯 然後 Templestone這邊選的 唱歌 然後 鼓動王魂 水銀子彈 這個 麥迪倫作弊 這個叫做 賣能封鎖吧 這這這這幾周 嗯沒錯吧 可以 抓到 直接震回來 滑了一下卡爾洛斯 還好還好 哇 結果CZ這波反交一個自亡魔之後 把節奏又拉了回來 欸 結果是一個外塔 嗯 開了一個名稱說 往外底 加前地圖片手 推到牆上 有沒有機會 可是麥迪倫的位置 破地盞拉回來 直接帶走 叫你囂張 這個浪潮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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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傷害有點低 就好像也沒什麼卵用 哇 這個如果是 上本來之集好像可以反打 唱歌唱起來 哎呀破地盞拉一下 PARODYS這邊狀態有點危險 拉回去反收 這波CZ有點危險的 橫掃劇必拍牆 CZ這邊又被換了一個人回來 他們 他們那個combo其實還不錯欸 嗯 麥能封鎖加上那個 寫地圖變手 他的沉默 嗯 接起來是可以的 只是 只是剛剛那個集火沒有做到很好 嗯 而且麥迪倫自己是在一個 危險的位置 他還殘血 而且好像 麥迪倫 任務沒解完就洗了 巨虧 血虧你知道嗎 直接崩掉 這邊是蠻傷的 不過整體來說 TEMPO SOM的陣型 打成這樣是 真的是好打CE 就是CE這個陣型 好難開團喔 到底怎麼打團 這邊抓到了 你 你是不是護甲很厚是吧 護甲很厚是吧 我把嗜血展開一下 給你一個 哇這個 這個拉隊有點危險 哎呀還是死 他 那個麥迪倫套 都是套自己啊 嗯 但是最後還是有換到你 這波不錯 硬追喔 硬追喔 你少了馬射兒是吧 沒得打了是吧 頂上來 喔呦 這個麥迪風守漂亮 要不要唱 弗洛琳這邊 唱歌是還沒好的 只能借一個前進度變手 好就一下隊友 沒有問題 剛剛沒有跳舞跳到真的是有點傷啊 這波又給他們打回來的一個機會喔 剛剛那個破壞鐵球 拉的位置 不過好像還是被外面的人收掉 所以 這個卡拉洛琳 他這個就是極限一換一 做到一個最少 最小最小的損失 那卡拉洛琳是一定得死的啦 我是覺得那個是來不及救的 他剛剛站在那個位置 吃這麼多傷害就是有差 雖然說他開了毒軍的挑戰 是給對方有沉默效果 然後加上攻擊自己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等級雖然微微的領先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C1打團並沒有絕對的優勢 他們的爆發 比你想像中的要的弱得多 前進度那時候卡到一個位置 直接把你丟掉 他直接把瑪瑟丟出去 四魂 哪一口 死亡之物 吸一下卡繼續滑上來 丁德斯拉格納羅斯 可是牛頭你的位置 就有點太囂張了 沒關係我先套個無敵 然後橫掃繼續把他拉開 喔唷閃電球傷害非常非常高 苦痛王魂這裡 開個門趕緊跑 誰說你可以走的 卡西亞套著一個硬波瓶槍 往前面一堆 再一個傷害 閃電之路直接帶走 卡牆之後再開一個門趕緊跑 喔唷 剛剛那個牛頭進門的時候 吃太多傷害了 逼著那個麥迪文 又把第二個門打開 然後就那個 就那個牛頭 那馬瑟爾進去的時候 他們其他隊友 天摩通其他隊友 都被卡在那個地圖 地圖的地形上面 根本進不來 是 沒有門 拉格納羅斯的刺球的任務 也完成了 會有一個護甲 而且剛剛看到那個 卡爾洛斯 硬是把卡西亞往前丟 收掉馬瑟爾 為什麼 我覺得天摩通通 雖然說他打著這個平局 他的陣型本來就適合打成這樣 可是 這帳位上面還是有點太囂張了 剛剛那個真的不太行 那個位置 不是一個很好打的一個發揮點 因為你直接被建築物卡住 那個城牆讓他很難發揮喔 沒錯 建築物卡住的話 就 勢必 一定要 靠麥迪文的門 把隊友送出去 或者是 把 把那個牛頭接回來 但是馬瑟爾已經衝出去了 就沒辦法 弗里的 牛頭 標準滑水啊 有點尷尬 真的 上一場 也是沒有看到什麼表現 嗯 措施了很多機會喔 有點太過於球穩的感覺 在這樣CE16級的領先 帶著織網膜 這個這波很關 因為你不能 這個 把戰局再往後拖了 Tempo Stone會越來越好打這個後期 而且這個 織網膜就是一個 著名的滾雪球 地圖 但是 節奏上來說 也就差不多就極限了吧 這邊也沒辦法拖到裡面去 下面的織網膜也被清掉了 要強開嗎 的 C這邊 但是因為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個 Gym的 這個 哎唷 站在後面 有丟到 開了一個提出之後 一波平山跟先祖都開 那一定要反打 你兩個都開不反打有點傷 閃電球 雪妮再回來過來 喔呦 沒辦法 我撤退了 畢竟沒有兵線 嗯 其實是我還可以再追 然後這就是 這個龍炎浪潮就很 來的好慢喔 我 看不中 你知道嗎 他們是這樣子的話 傷害是有點不足 丟到人 麥迪文更是能救到 喔呦 C這邊逼退你之後 直接開一個 BOSS 我覺得天魔石棟 是可以守的 但是他們應該不知道 對不對 這個BOSS 應該是 喔呦 這邊想要抓這個 KTY的露修 控制技能沒控到 哇 露修的靈魯實在太靈動了 破地斬拯救一下 他還在這裡跟你跳一下 然後上面的BOSS可能快要吃掉了 漂亮 這波BOSS拿下來 天魔石棟這裡 危險了 沒有發現 嗯 剛剛那個露修的走位 真的是 真的是美如天仙 KTY有這樣子的操作的話 我覺得他露修玩的這樣子可以 因為你如果看到韓國的露修應該也會做到這種事 欸這個滑 沒滑到 那我就只好丟你了 然後不讓你進這個門 有門 拖一下 進來進門之後 被BOSS BOSS排到 結果 斯陸科夫倒 那這樣子沒辦法打正地戰了 露修只能往回灰掉 這樣子 有點頂不太住 塔掉了這個BOSS 七層血 感覺要帶走 要不要變身 變個 有沒有機會直接要帶走嗎 龍火之星變不變 我就問你 他來了他來了 他走的有點慢 跟他的浪潮一樣慢 欸有點慢 這個 這個持久性 等到一種 拉過來 BOSS這邊 在拍主堡也不敢進去 有點穩 還是有 沒有錯我還是有唱 唱歌 喔 要開唱了嗎 秀起來 滑上去 這邊 你沒有那個薩布萊斯之機 你就沒辦法拍 沒關係我音波平常反打 有機會喔 真的有機會 這個時候 俊才出來 很需要斯陸科夫拉血量 病毒癒合體 拉一下 你看這個血量拉著就漂亮 唉唷這波頂得很漂亮 不愧是六成勝率的麥迪文 沒錯 這個慢人封鎖下去 牛頭終於跳到 跳三個 嗯 喔原來 因為我剛剛其實是有瞄到 拉格納羅斯的變身獲的技能 他是變在外面 所以他才這麼慢走進來 有點緩緩的走進來 原來是變在外面 我怎麼看到這場麥迪文 雖然說他玩得還不錯 但是 他開門都是為了救那個牛頭 剛剛那個牛頭 直接 直接殘血回家 嘖 不是我們期望看到一個主動的 陣型 有了這就是我要看到的 開門往你臉上打 開門往你臉上打 先祖補起來 這就是護甲之高的 哇灰三下 我就是要殺Win的 再交一個頂不太主 可是隊友做到一個反殺 把 哇馬適合倒是差很多了 這個門有點短喔 還可以追喔 陸修提速可以往前頂看看 沒有選擇 直接頂因為 知網膜要來了 選擇再保守一點 一換一還可以接受 而且這回戰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敵人都已經 TEMPO上都已經撤退了 CE 這個拉格納羅斯的熔煙浪潮 才緩緩的進來 是喔這邊終於把他的七級TEMPO結完了 麥能封鎖封兩個 但是又沒能夠做到一個COMBO 唱歌其實也還沒有好 唱歌CD都比較久 120秒 算是這遊戲大招CD最久的 因為他也是最噁心的一招之一 再滑上來 直接切開喔 這裡都被CUT掉 這個反打也是漂亮 為什麼可以這麼兇啊 開個門再次跑掉 這邊有覺得TEMPO上 剛Fury是不是突然醒了 剛中間那一波會戰 前面都在睡這樣 終於溝通好了 麥迪文表示 我開門 你就是殺他 這裡逼到一個陰波屏障 這樣子 CE可能要再打保守一點的 把血量拉起來之後 等20再打 20再打 可是這個陰波屏障開了 還要等一分鐘喔 沒辦法措施一個 一上20的一個強勢器 這裡寶石數其實是夠的 要不要把錢交出去呢 交的話 這一波很有機會再拿一個塔 可以啊 20級了又有織網膜 這應該是 不太會輸 應該是可以 交錢 Fury這邊有看到 這個又殘血的牛又來了 嗯 我有 可是 這個Lokta 其實我覺得他的吃個玩得相當的不錯啊 20級了 這一波前交出去 因為平常還有30秒 那個不重要的龍爲浪潮5秒鐘 這一波是一個試燈 可以直接往前開嗎 再帶一組試騎過來 阿魯弗這邊 負責一個單人打野的狀況也是蠻辛苦的 這一波應該可以 壓制住這一個塔 等這個智王魔進來就可以 收掉這個內塔 而且上路 上路是沒有內塔的 所以 智王魔會進去 喔 丟到 這波丟兩個 可是賣神封鎖直接封掉你 前面這邊要應收 不過WIND還是蠻硬的 貼上來 普通亡魂我先祖補助 這裡 硬波平常要開起來 哇 你只能開門回去喔 這裡 沒錯 後面在變身 給你壓力非常非常大 血量雖然有拉起來 再丟一個麥迪文 你還有沒有門 無敵開起來 龍爺浪潮 又刷了一波存在感 沒做到什麼事情的感覺 再破地盞拉一下 麥迪文又套盾套自己 死 非常是一個很怕死的麥迪文阿 他剛剛套盾其實有揪到 揪到那個瑪瑟 嗯 哇 這波中塔已經掉了喔 壓力完全滾在手上 主堡掉了29%的血量 拉起來把你丟出去 破地盞再退回來 這地方麥迪文倒了 非常非常關鍵 你接下來沒辦法擋爆發了 Fury這邊一定得死 提速往外我要全吃 這地方Catopiler 他們的處理方法是對的 我不能在你背後 不然你鬼妹追擊會到我旁邊 所以沒有問題 收完這場應該可以2比0帶掉 CE這邊21等 打了快20分鐘的時間 拿下了這一場 2比0把天魔神帶走 進到了聖者組 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是 韓國大魔MVP Black 這邊可以看到卡爾洛斯的恐怖 因為天魔神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著了魔想要殺卡爾洛斯 那卡爾洛斯到後面有個天賦 是他開他E技能丟出去 然後範圍的有被壓到的那一群人 是會有昏迷的效果 對對對 那剛剛最後一個會戰 就可以看到他E1丟3 直接4個人都暈在那 沒錯 這比牛猴跳舞還可怕 而且距離還比你遠一點點 對啊 而且CD還比你短 你一個群雄熱舞根本打不過 嗯 雖然說CE打的這一場 沒有前面那個掌握節奏到底的感覺 但是他們的整個兵線拳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TEMPO使用在給兵線拳的壓力上面 做的稍差 他們一直有那種莫名的很害怕的感覺 沒錯看到 我比較少看到你拿牛頭 可是你前期是龜縮打法 這麼龜的 沒錯是直接在自己家的門口底下吸睛眼 你一直看不到這個 前提突變手跟威力滑行的一個combo 一直做不到 沒錯而且他們還選了麥迪文 有開門有保護 可是卻不敢打 對 是被整個兵線壓制住了 嗯 或者說他們開的目標又不太對 每次都去盯Winder的卡拉洛斯 那卡拉洛斯畢竟就是一個很坦的一隻角色 卡拉洛斯就是有一個神奇的魔力 而且越到後期 他沒有開都軍的挑戰 別人都想要直接丟他 而且越到後期你越不好殺他 陰謀平常跟先祖兩個都在的情況下 基本上他絕對不會死的 你說可以看到他整場 雷加先祖就是盯著 就給卡拉洛斯就好 因為其他人根本不會被擊火 好幾波的麥迪文開麥能封鎖 其實都非常有機會做到完美康 幾乎都很好 他這場的麥能封鎖都是關兩個以上 而且麥能封鎖其實都有跟斯魯科夫做 做好搭配了就差那個fury的牛頭 對就是沒跟上 這點對整體的攻擊節奏上面來說 如果你沒辦法把combo做得這麼穩的話 你這個牛頭這一場的發揮就非常的有限制 尤其是從前期開始就沒有一直做到事情 所以這個就有點 只有中路有一波終於醒了 可是還是抓到一個落單的卡拉洛斯 太慢太慢 對那我覺得C做的還是 他整體的大局 雖然說這一場的等級就是領先不開 因為這個節奏真的比較慢 他們的陣型你說要全主動 其實應該講他們解體解得漂亮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防守反開的陣型 但是對方的攻擊點總是攻擊在一個很奇怪的點 有一種正面硬碰硬的感覺 就變成他的反開很不錯 然後有點浪一個大招在打 那個熔煙浪草整場也是在滑水 不知道在滑什麼意思 熔煙浪草有一點說 欸你們打完了嗎等我 其實有一波很危險 有一波非常危險 是因為他沒有那一個控制反控 因為拉洛納斯是沒有被控到的 所以如果他可以解牛頭唱歌的話 那一波會很穩 結果是他沒有那一招 他只有熔煙浪草 我就也是笑一笑這樣 但也還好音波屏障開起來 他們還是安全做撤退 再次恭喜C2比0 那我們把現場交給我們的主持人來做訪問 這個應該就是WIN的吧 那首先非常恭喜啊 首先非常恭喜啊 就是我們那個 一下場就是2比0 就是擊敗技術戰隊 然後就是你們在美體也說到 其實跟TempleStone打這個比賽 其實是55% 50%的那個55開的勝率 然後就是想問一下 這下一次能第一場就是2比0輕鬆獲勝 對你們那個晉級小組賽 打到後面的那個8強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寓意呢 其實這場比賽 就是打之前我們是覺得 可能跟對手的差距應該就是在55% 但是因為我們這兩天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小組最大的對手 可能是背面戰隊 所以我們會去準備 去準備這樣一場比賽 然後也算是準備有所回報吧 對就是這樣 I think going to this group we know that our biggest opponents got to know the America team so we did a lot of practice to really target their team so I know that even going to the match it's gonna be 50-50 but we're just really happy that we're able to take this first match t has a paradise absolutely now we also know your team is playing a man down from your normal roster Zuyu had some unfortunate visa issues and couldn't be here and Loctar is a substitute for your team do you have any expectations that that will have a heavy impact on your ability to go far in this tournament and how is your team adjusting to that last minute change in roster 這次 這邊也說到 因爲是由於牵制原因 其中有一位選手 沒法來到美國參加比賽 所以說 Loctar也是 t.補上場 那這邊想問一下 就是説你們也是一個 4加1這麼一個陣容 拿到這個比賽 會對你之後的那個影響 包括是後面的比賽 有什麼那個影響嗎 嗯 其實我們就是 換的這名t.補 Lockar這名選手 其實它在個人技術方面 實際上與我們之前的 就是正式選手相差不太多 所以就再加上我們平時也很熟 所以这次比赛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大 就是换来一句话 我认为这个技术上的技术 我认为一个选择比赛 是真的跟一个比赛 能够进行这场比赛 所以我们认为他不会成为我们的重点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比赛 我们认为他一个很好的比赛 太棒了 恭喜你再次负责 好幸运你进行这个阶段 来玩MVP Black 我们见识你在下一场赛 我们来看下他们的访问 刚刚这个是中文应该不用翻译了吧 这边是C跟Tempo's Stone的replay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就是刚刚Tempo's Stone自己撤队路线自己切开了 没办法完整的救到队 你看他最后面这个翡翠之风 如果他们是一起撤队的话 应该是可以完美的救到 但是这边是Win的场合 超神发挥 对 不是刚刚访问的那一个 Win的应该是带眼睛矮矮的那一只 但是这里Caterpillar的操作也是非常好啊 好几个鬼魅追击都有抓到 有点伊利丹的感觉 就是要灵活的用月图绕到你背后 好 这里是一波团 Fiori这边 彻翼滑到下面 他是正面的团 这边就牛头的宝牌 没有做到 其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Replay看了第二次啊 嗯 嗯 好像有 哇 这一波直接跟上去 残局的处理 这边是集火上面来说 CE真的都做得非常的好 好像 这个Fiori 各一场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跳舞 嗯 这个浪潮 这个浪潮 武感 也不要这样说 不要这样说 有清兵作用 所以他们兵线之所以 会一直往前推 嗯 把那个 成就归 荣耀归于浪潮 哦 你这个帮他 帮他扭转的也是很硬啊 这波的反打其实打得非常的好 这一个鸭子 直接贴上去收掉两个人 跳舞 被推 这边就是刚刚说的 直接抛 抛晕 抛晕是吧 对 丢到四个这样子 丢到三个 这边的处理 最后的拉扯 哇 又一个破地盏拉回来 漂亮 然后 杜物军的挑战这样 有摔到 CE这边2比0 拿掉了10 ball stone 那 我们就先稍微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要来看圣者组的比赛 Amy Blake来打CE 3 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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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